咦 七切 我们来做假水呗 做假水跟金珠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做假水的神奇粉末都埋在金珠底下哦 这样吧 我们来拆颜色 选粉末 这边呢有六款 蓝色 紫色 绿色 星空色 金色 还有透明色 那太多你就自己得 太多种就给对吧 最后我们把得到的假水全混起来玩 看谁混的最漂亮 输的呢就用马桶刷来洗脸 石头眼刀布 我又赢了 我先来 既然是金珠的话 我就选一个金灿灿的颜色 怎么做不到 有一包 这个粉末有点偏蓝 为什么觉得很可能不是金色 神奇粉末呢 一定要用开水 这样做出来假水一点颗粒感都没有 这百分之百不是金色 很可能是蓝色假水 再倒入小苏打粉来称心 同样也是少量多次的倒入 不然猜错了 原来这是一份蓝绿色的假水 还带着非常仙气的珠光效果 那一把你就猜错 到我了 我要摸一个黏粉金色 我怎么感觉你这一包神奇粉末也不是金色啊 是有点偏绿的感觉 有点神奇粉末很可能也不是金色 看出来的效果到底是什么颜色呢 我也猜错了 它是一份蓝色假水 我爱我咯 我要一个透明色 哇 颜色是天纸了 能特出透明色吗 这个神奇粉末不会做出来是一份紫色假水吧 随着倒入粉末越来越多 颜色越来越测 居然是一份星空色的假水 太可惜了 这么美的假水却要拱手让人 自己猜错两次哦 也不一定能猜对啊 这次我要选金色 这次感觉还是蛮不灵不灵的 有可能是颗色哦 还有颗感它一定能够 哇 真的是金色的假水 这一次我猜对了 我现在就叉紫色和透明色了 大概率是紫色 我就猜紫色吧 百分之百是紫色假水 因为它粉末就是紫色的 每周都相信这一次我还会猜错 它肯定是紫色假水 终于猜对了一份假水 紫霞仙子的颜色哦 这份假水归我了 荡荡补偿 汪雪的代号我秀上一个透明色了 还有猜吗 你问什么外观看起来白白的 很有可能是透明色 但是水归均一点颜色都没有 哇 我又答对了 这份就是透明假水 不过那四号没有颜值 最终我得到了四份假水 我最终只得到了两份假水 但是我觉得我这两份假水颜色混起来肯定是更兴起 OK 蓝色假水就是用清水面 给你来个大瀑布 超级Q 超级弹 费流之下三千尺 唯有假水最美丽 流动性极强 真的像一个湖泊一样 火光灵灵 打个湖泊帐篷 给你来个大瀑布 颜值之王星空假水 像宇宙一样璀璨 带你去水灵天极光 飞起来太滋芋了 就像一块流动的软黄金 来个金色小腹肌 开始回合咯 彩虹假水 哇 四条彩虹瀑布 这渐变的云染色太温柔了吧 就像沙滩跟海洋 在大海里遨游 来个渐变泡泡 最后这根假水变得非常高级 还带一个极光色 这根假水好像紫水晶 上面还有很多不凝不凝的亮片 哇 好容易打泡泡 太水润太舒服了 简直是在给手做一个超高级的斯帕尔按摩 这层蓝色假水也太透了吧 像火洞一样静剔透的 捏起来滑滑的 跟抓不住的水蛇一样 拍拍你的小屁屁 蓝色跟紫色 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哇 它们的阴暖色居然一点也不违和 还是那么鲜那么的美 超级大的火花 而且不容易获 还有一个双色小夫妻 水滚多的是也太治愈了 虽然我只有两份假水 但是我混出的颜色 比奇奇鲜多了 超级梦幻 超级可爱 颜色越多 混出来的加水越增 成熊膀 看到它 不怕 Oh no